大家好 我这颗蟹爪兰刚开完花的时候 叶片比较下垂比较发软 这些枝条全部软塌塌的 结果我给它使用了一种水之后 现在就像打过鸡鞋一样 疯狂的生长 大家看一下 每一片叶顶上都长了六七个新叶片出来 还有这些 长得是非常的夸张 那么我给它使用的这种水 就是厄米林 因为蟹爪兰开完花之后 它的根系比较弱 受到细菌的感染之后 更加吸收不了营养 所以说开完花之后 我们给它使用厄米林 对它进行涂养杀菌杀毒 让它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同时我们给它使用这种厄米林之后 它还可以激活根系的生长 刺激根部的生长细胞更加的活跃 提高它的抗力性 这样的话蟹爪兰的根系就会慢慢的恢复 然后就会大量的吸收毒源中的营养 让蟹爪兰疯狂的生长 所以说当我们的蟹爪兰 就像枝条发软下垂 长不出新叶片出来的话 大家千万不要急着给它施肥 如果说这个时候给它施肥的话 非常容易产生肥害 因为本身看完花之后 它的根系会比较弱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使用一两次这种厄米林 来给它进行毒氧杀菌杀毒 改良一下它的生长环境 刺激一下它的根系生长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后期长势旺盛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